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历史上,对于司马懿的评价以负面为主 这主要在于中国人对于那些善于耍阴谋诡计 和城府太深的人都没什么好感 当然,这是从个人喜好出发去评价的 如果从历史的客观角度来看 司马懿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忍的人 他的才智、谋略,并不在诸葛亮之下 首先,就让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他 司马懿出生于179年,享年73岁 被子孙追封为晋宣帝 由此可以看出子孙对司马懿的尊敬之意 其实,之所以司马氏能夺取天下 与司马懿多年的辛苦隐忍是分不开的 司马懿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是为官之人 家中一共有八个兄弟 他是众人中最为出色、有才能的 司马懿29岁结婚 在当时属于晚婚了 他的原配张春华 小他10岁 是一个非常智勇的女人 之后,他为司马懿养育了9个儿子 不仅个个能文能武 还能在司马懿死后 依旧能充分地施展其才华 虽然司马懿到死都不会想到 自己死后会留有骂名 但是,他的子孙在光耀门楣上 却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勋 追封其为皇帝 之所以子孙对他是如此爱戴 与他在世时 对儿子们的尊尊教会有很大的关系 他教导孩子们不仅要胸怀大志 目光长远 还要学会随机应变 都知道 司马懿是一个形势很小心的人 做事情是谨小慎微 而且对明洁比较注重 信奉的是以德服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特点 所以,他是不会造反的 曹丕死后将朝政大权托于他手 与他一直以来以德服人密不可分 当时朝堂之上都非常支持司马懿主持朝政 包括曹丕的儿子 在征吾的时候 也是敌军顾念司马懿的情面 才将其放过 所以说,司马懿是一个拥有大智慧 且德才兼备的人 此外,曹卫走下坡道路 跟他没关系 是曹氏气术将近的原因 那么,司马懿的死因是什么呢? 大凡这奇人异事 都有天度英才的命运 那么,一代人臣司马懿 是怎样的结局呢? 说到司马懿的死 还要先说一说世人敬爱的诸葛亮 诸葛亮在五丈元 被司马懿气死了 这让后人对司马懿非常愤恨 并为诸葛亮名不平 所以,就杜撰了一个留言 据说,诸葛亮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便在临死前用着毒水 把冰疏完全浸泡了一下 因为他知道司马懿喜欢看书 然后,翻书的时候 还喜欢用手沾着口水翻 想利用这个方法,毒死司马懿 这是一个盛传的谣言 同时也给死后的诸葛亮抹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诸葛亮比司马懿早死十多年 所以,司马懿的死跟这个留言一点关系都没有 司马懿是病重不治而亡的 虽然有无数人想要杀司马懿 但是,都被他一一化解了 曾经曹操也曾想过要杀了司马懿 不过,因为司马懿太聪明、太狡猾 虽然司马懿在风骨上不甘于人下 但是,却处处隐晦 处复和曹操 最终,让多疑的曹操对他放下了防备 可是,曹操在世的时候 对司马懿并没有太过重用 而且,曹丕也防着司马懿 先把兵权交给司马懿 用完之后,马上收回 曹操在世的时候 就告诉过曹丕要小心司马懿 到临死的时候 也依旧是再三叮嘱 曹丕谨记在心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曹丕在曹操死后的第六年也死了 而曹丕死后 大权就落在了司马懿的手中 从此,再也没人能左右司马懿的生死 除了疾病 司马懿不愧是一个思虑周全之人 在他死前,还特地交代子孙 不要去祭拜他 要把自己埋得深点 因为他想让自己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墓穴中 不被侵扰 一千多年都安然无事 那么,司马懿的墓到底有多隐蔽呢? 司马懿临死前,有过叮嘱 不仅不让着子孙为自己上坟 还不能让外人透露祖先坟地在哪儿 可见,司马懿的墓藏得很深 他把自己埋得也很隐蔽 能经历几千年不被发现的墓 真的绝无仅有 活着的时候,藏得深 死了把自己埋得更深 不愧是司马懿 据说,他的墓在一个小地方被发现 而且,还是一个农民在下地干活的时候 是碰触了这地里的硬物 才发现了该墓地 在刚开始挖掘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墓 一度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随着这深入的挖掘 墓地的宏大规模逐渐显现了出来 与其帝王墓相比 毫不逊色 在墓内有大量的防盗设施 也是该墓经历了千年没人敢到的原因之一 但墓中的陪葬品 却与墓碑上刻着的主人名字 一点都不匹配 所以,至今都没有弄清 为什么司马懿会被雕刻成武将 因为武将跟文官的差别实在太大 但幸好墓史保存完好 不仅没有受到破坏 还对研究那段历史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是杨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